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 Rita和荷兰哥在遥远的荷兰最北部 弗里斯兰省 祝大家中秋快乐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荷兰最北部的省 大家好 大家 祝大家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对不起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刚才是荷兰婆婆 对大家所有人的中秋祝福 中秋节呢 我们也出来旅游了 到达的地方呢 就是荷兰最北部 这是荷兰哥的中秋节早餐 面包蘸着奶酪 再撒上糖果 弗里斯兰省生态环境 非常的优越 有茂盛的草地 湖泊 还有非常优质的奶牛 所以弗里斯兰省的奶制品 闻名世界 面包 牛奶和奶酪 是荷兰人早餐的三要素 从小吃到大 每天都吃不虚 在很多荷兰人看来 弗里斯兰省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因为它有自己单独的语言 还有自己单独的国旗 在农村几乎没有人讲荷兰语 都是讲弗里斯兰语 弗里斯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 它的文化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00年 像这样的小推车 就是在售卖当地的传统美食 黄油蛋糕 弗里斯兰省没有像荷兰的其他省份那样 经历了漫长且动荡的历史 所以很幸运 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 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如果你也喜欢欧洲的传统文化 想要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那么弗里斯兰省就是你旅游的很好选择 弗里斯兰省水域资源还非常的丰富 靠海 并且还有几个非常大的湖 这就是一个海鲜摊 在卖新鲜的鱼 所以来到荷兰旅游 除了吃薯条别忘了尝一下它的海鲜 下面跟随着我的镜头 浏览一下snake震的市中心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757年建造的 历史非常的悠久 古代的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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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婆婆走进了一家荷兰老式的糖果店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荷兰糖果 都是老制作方法 荷兰有一种甘草软糖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和荷兰哥之前得新冠的时候 就是吃了这个甘草软糖 纯自然的治愈了嗓子疼 想要了解这个软糖 它可以私信瑞他 婆婆现在想买一道 出了糖果店 大家就在迫不及待的各自分享 我婆婆和荷兰哥还有大姐 都买的是甘草软糖 你刚以为要带的吗 那是 这带的 不是你高的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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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荷兰婆婆在给我们说 她可以帮我们做窗帘 这样我们的装修飞又可以省下一小笔了 这是一个卖布料的商店 婆婆刚才建议我和荷兰哥进去逛一逛 婆婆的手特别的巧 不仅能做衣服 还能做窗帘 和各种的手工艺品 中午呢 坐在河边吃个洁 我会给我们做的 我们下期接着聊